星宇航空的股票可能要来咯 因为他们上周五向贵买中心申请了公开发行 可能在9月的时候要登上星贵 而且要当星宇的股东并不困难 每股的发行价占定是12元 全台第一架A330neo广体客机展开首航 星宇载着220人到日本上空未出国 下一站还要航向资本市场 原来星宇航空已经向贵买中心申请公开发行 传出最快9月就要登上星贵 现在不少K粉跟星粉都非常期待 准备要从乘客变成股东 根据贵买中心公告 星宇航空24日已经申请公开发行 申报生肖日期落在7月12日 最快9月投资人就能买到星宇股票 原本星宇的资本额153亿元 此次办理现金增资2.75亿股 以每股12元发行 预估赞目得30亿元 曾直言台湾市场太小 那怎么还需要这么多资金 原来张国伟一心想打亚洲杯 除了今年十架星机交机 还要开出新的亚洲长城航线 争取亚洲多国旅客 经台湾转飞欧美 我觉得合理因为星宇航空 其实算运气不好 在两年前开航的时候 就碰到这个疫情冲击 所以它的累计的亏损 大概八十几亿 不过可以观察到 它的第一季的营收 已经年成长46% 全球的报复性出油之下 市场会给它一个 比较高的本益比 同样摩拳擦掌 准备部署后疫情解封商机 还有华航机长荣 也都拍板从7月起大幅增搬 其中长荣航在北美航班 增搬规模最大 将从每周17班增至33班 至于华航最新客机 A321NIL 天天飞航松山到东京雨田 第三季整体客运航班 再增四成 礼平让业绩也凹翔天际 东森财经新闻 刘子藤雄之在台北 采访报道 看盘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